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帝中文教室。我是新帝老师。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成语。 成语是中文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希望通过学习能够提高大家的中文水平。 现在,我们开始吧! 成语1的部分就到这里。 现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学习成语的方法。 第一,看着视频,听老师的发音。 第二,要理解成语的意思。 第三,跟着老师读三遍或者三遍以上。 大家一定要多读。 第四是背一下这些成语。 然后呢,这些成语背下来以后,大家在做头语或者是写作的时候,大家要经常用。 这样的话,对提高你的中文水平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我会准备更多的内容的。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 爱不释手 爱不释手 她对姑姑给她买的礼物 爱不释手 爱增分明 爱增分明 我爸爸是个爱增分明 我爸爸是个爱增分明 感恩、感恨的人 安然无恙 经历了一场那么大的车祸 她却安然无恙 简直是一个奇迹 安不就班 安不就班 虽然父亲去世了 但家里的事情还在安不就班的进行着 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 要想做好一件事 就要不断努力 不能半途而废 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你们不先解决环境问题 却把时间、金钱都花费在这些小事情上 简直是本末倒置 必不可少 必不可少 如今 个人电脑已经成为学生 必不可少的学习工具了 变化无常 变化无常 这儿的天气变化无常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现在已经乌云密布了 晴空万里 晴空万里 今天的天气晴空万里 乌云密布 乌云密布 现在天气乌云密布 可能要下雨了 别具一格 别具一格 那家博物馆 那家博物馆的设计 别具一格 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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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义务 这是不严 而遇的 老师一走进教室 同学们就不约而同的安静下来 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 每当碰到麻烦的事情 我就会不知所措 参次不起 大家的英文水平差不多 但是中文水平参次不起 成千上万 成千上万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 参观故宫博物馆 寸步不离 寸不不离 他们是一对寸步不离的好朋友 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 听说他要结婚了 我大吃一惊 大海捞针 大海捞针 现在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 简直是大海捞针 大吃所望 大吃所望 他们输了那场比赛 让我大吃所望 成语一的部分 就到这里 现在老师给大家 然后这些成语背下来以后 大家在做 头语或者是 写作的时候 大家要经常用 这样的话 对提高你的中文水平 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希望大家 多多关注我 我会准备 更多的内容 好的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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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